今天的视频呢和大家分享这一次斯芙兰折扣季我的推荐好物 那我也是很认真的做了笔记和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自己种草的一些单品 以及我用完了之后觉得可以在斯芙兰购入的单品 我先来说一下这一次折扣季的时间 VIB RUCHE呢是从4月5号就开始进场 然后一直到4月15号有十来天的时间 那VIB和Building Insider呢是4月9日开始一直到4月15号 那我会把折扣的信息折扣码 以及我今天推荐的好物的列表以及链接呢 都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大家打开去看 那我看了一下今天和大家推荐的东西呢 主要是以彩妆为主 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斯芙兰的折扣季呢 你可以去入一些彩妆 因为有一些品牌呢是斯芙兰独有的 以及在欧美比较流行的彩妆呢 斯芙兰都可以买到 那至于护肤品这一块呢 就是如果在打折的时候正好缺某一样东西呢 就会在那个时候做一个补货 那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最近真的是用到超爱的一个粉底液 就是兰蔻的这一款新持妆粉底液 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 你一定要买这个字是这样子竖着写的 这是它的第二代 因为今年呢我就发现我的肤色变白了 因为各种枣西碗啊 加上果酸的加持 然后呢我整个面色就变白了 之前的一些粉底液呢全部都不能用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点功课 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用的粉底液 然后就做到了这款持妆 这款的第一代我个人也是买完用到空瓶 就是很爱 但是这个第二代就更好用了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很好推开 而且呢它在你的脸上呢 并没有很重的粉感 非常轻盈 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的粉底是很有流动性的 它是比较偏水感的 然后用在脸上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雾面一点的 不是那种水光机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在夏天用的话会很舒服 你看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推开 平时呢我用一整个脸的话 一磅就足够了 因为它的延展性超好 这里上面呢我就是已经把它晕开了 你真的把它涂开了之后呢 它的妆感是非常轻薄的 但是呢它却有它的遮瑕力 以及呢它里面有一些保湿的成分 所以呢它是干皮也可以用的 其实它这款的素球呢是给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用的 包括你是油肌肝肌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用 那我最近用下来的这一段时间 个人已经爱到了不行 哦对我忘了说了一点 就是它真的很持妆 我最近用这个粉底液是完全没有加定妆产品的 什么定妆粉啊定妆喷雾都没有加 但是它在我的脸上妆扒得很老很老 那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粉底液的话 我真的就是强推这一款 第二个呢是有一个新品的粉底液 我还没有买过 但是呢看到网上的评测呢 大家都挺喜欢的 是makeup forever的一个给干皮用的粉底液 水润型的粉底液 这款呢也是新品 如果说你是干皮的话 你对makeup forever的产品是很喜欢的话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然后说到底妆呢 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种草的还没有买的 一个类似于像粉底之前做打底的一个东西 现在不是很流行去那种韩国的美妆室 找那些明星化妆师来化妆吗 我就看过很多这种视频嘛 那些明星化妆师呢都会在底妆之前 然后就用这种保湿棒 然后在你的脸上涂一下 然后再上那个粉底嘛 做了功课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叫 milk makeup 它叫hydrating oil stick 这个hydrating oil stick呢也是韩国的明星化妆师有在用的 如果你是那种上完妆之后会发现两颊额头会干 但是呢T恤会出油的姐妹呢 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挺适合你的 你可以在上妆之前在这种容易干的地方呢 先用它抹一下 然后你再上底妆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保证你这一整天下来 脸上不会有局部干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一点呢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Tatcha的一个serum stick 也是类似的产品 但是这个stick呢后来它就不生产了 我就再也没找到过了 所以这次呢我想买的就是这个milk makeup的hydrating oil stick 既然已经说到milk makeup了 再和大家分享一个milk makeup的一个叫 cooling water jelly tinted lip and cheek blush stain 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打开像一个果冻条一样 但是它上面是有颜色的 又可以当腮红又可以当口红 这个产品就是在欧美的美妆圈 你去看instagram上面已经是火到不行了 就是大家都在用这个拍小视频 对那这个呢我也稍微有一点点种草 因为就觉得它那个质地啊 让我觉得有一点挺好玩的 接着呢再和大家推荐一个 在斯福兰上面很值得买的品牌 就是Rare Beauty 我相信很多姐妹都用过他们家的东西 因为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就是价廉物美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 可以趁这个打折剂的时候购入 那最出名的他们家呢 其实刚开始活起来的产品呢 就是他们家的液体腮红 这个液体腮红呢 就是你只要在你的脸上涂一点 就是小小的一点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运染开 它的颜色质地 反正各种我都很喜欢 主要它是以mat finish为主的 这个液体腮红呢 我觉得有一个颜色是特别好看的 叫bliss 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火的色号呢 叫hope 它hope呢还出了一个mini size 因为说实话 你这个液体腮红买回来的话 基本上你是可以用一辈子的 因为它的用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省 那除了液体腮红之外呢 他们家还有一款腮红 就是cream blush 那种膏状的腮红也是非常火的 如果你是新手或者化妆技术 不是特别好的话呢 我会推荐你买这个cream blush 因为它呢是你只要用手蘸 蘸完的时候你就在脸上这样子慢慢的拍开 它就可以均匀上色了 而且它的显色度呢 不像那个liquid blush那么的高 这个膏状的腮红在色号的选择上面呢 我觉得nearly neutral和nearly apricot 都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色号 用起来都不太容易出错的 那real beauty呢 它最近还出了一个新的腮红 是带细闪的 这一块呢我就觉得 它的妆效会比较的夸张一点 不太适合日常使用 但是呢 他们家还出了一个高光 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这个highlighter 我已经看到网上有人试用嘛 真的就是非常的种草 因为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 然后挺闪的 我看中的一个色号呢 是exhalerate exhalerate呢 它是有一点偏香槟精的那种颜色 特别是我们平时拍照的时候 如果你用一些比较低调的highlighter的话 其实是看不太出的 那这个呢 其实用在脸上呢 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的闪 对 除此之外呢 real beauty还有一个 我很喜欢的呢 就是我去年在打桌的时候买的它的那个tinted lip oil 我这个 对 我身边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现在每天想要化唇膏的时候 就会去拿这只来化 因为它的质地很舒服 是属于很滋润的 然后呢 它又有一点点染色的效果 涂给大家看一下 在嘴上 你看它涂在嘴上呢 是有那个光泽感的 但是这个光泽感呢 随着时间久一点的会去掉 但是去掉光泽感之后呢 它还会在你的嘴唇有颜色 它是有一点点染唇的 然后这个呢 就让我觉得非常像 韩妆的质地 然后我查了一下 他们说这个品 这个品它的这个lip oil 是在韩国做的 我现在用的这个颜色呢 是Delight 然后它还有一个颜色 是我这次想买的叫Wonder 那说到了唇彩呢 我就继续说几个 我最近又种草的唇彩 因为最近好像大家喜欢的唇膏 已经不是那种雾雾的颜色了 都是会喜欢比较偏 有光泽感的唇部的产品 那有一个品牌叫Summer Fridays 它的lip butter balm 这个唇膏真的是 白女当中火到不行 这个有多火呢 就是火到你去斯芙兰的实体店 可能你都买不到 它那个颜色呢 你在网上看那个图 好像感觉是 就是颜色非常非常鲜艳的 但事实上呢 它擦到嘴上呢 就其实就还好 有一点像润色的唇膏一样 然后里面有几个色号呢 比如说Vanilla 它是属于那种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颜色的 就是你可以在你平时涂完的唇膏上面 加一层这个光泽感 然后呢 那个叫POPPY 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也蛮适合亚洲人的 因为里面有一些橘调嘛 暖调的颜色 很适合我们黄皮的人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叫Vanilla Beige Vanilla Beige呢 看起来是一个很beige的颜色 但是因为它其实显色度没有很高 所以我看到别人擦在嘴上 我觉得也是OK的 还有一个叫Sweet Mint Sweet Mint呢 其实也是比较偏透明色的 这个唇膏称在哪里 为什么大家喜欢它呢 我听说是因为它的质地很好 它的质地呢 就是用在嘴上 不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然后呢 又会给你的嘴唇 有一个很好的保湿的效果 所以喜欢它的人还是很多的 最后呢 和大家分享一个亮面的唇用呢 就是来自Sephora Collection 是他们自己品牌的 算是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但事实上用到你的嘴上呢 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它呢 也是出了很多个色号 我最推荐的那个色号呢 是5号色 Plump It Up Red 那这一款呢 其实在网上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也算是在Sephora里面 卖的唇油当中 性价比最高的 唇部的产品呢 今天就和大家推荐这一些 彩妆里面最后 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呢 就是来自于Hourglass Hourglass就是一个品质很高的品牌 那今天还是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它的遮瑕膏 如果你就是想买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遮瑕膏呢 我还是会推荐Hourglass Hourglass的那个遮瑕膏呢 它的那个特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它的遮瑕膏 你放在眼下 它不会移动 它的那个质地 就是当你涂开之后 它在你的眼下干了之后 它会变成一张类似于膜一样的东西 就是沉膜了 然后就扒在你的皮肤上面 不会左右的移 它的这个遮瑕膏呢 就是到现在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代替品 就是那么厉害 那对于它的色号的选择呢 比较火的颜色呢 是由Cotton Cream Silk 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呢 是Silk Silk呢是相对来说是带比较粉的一个粉调 那其他那几个色号呢 就会相对来说偏灰一点 那Hourglass它的这个遮瑕呢 还出了一个迷你版的 如果你是不太确定的话 你可以先买它的迷你版来试用一下 毕竟呢 它的那个价位还是比较高的 今天的彩妆呢 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防晒 因为马上又要到夏天嘛 防晒又变成了一个刚需 那今天和大家推荐的一个呢 是Tatcha的 当时它在美国上的时候 有很多的博主呢 都测评过这一款 都说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对 它是一个 Weightless Mineral Sunscreen 就是一个很轻薄的物理防晒 然后这一次呢 好像和原本的包装 也是有所改变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个人蛮重草的一个防晒 接着呢 我们来聊一下美发的产品 美发的产品呢 我这次自己已经加入购物车的呢 就是Olaplex的4号和5号 4号呢是shampoo 5号呢是conditioner 这个呢 在我的视频里面 已经和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 我这个还有空瓶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这里还有两个空瓶 因为呢 我一会儿和大家录那个空瓶嘛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回购的 我而且把它推荐给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在用 他们用完了之后也是很好用 有很多明星也是推荐的 shampoo呢就是属于用一点点就可以起出非常非常风盈的泡沫 它的conditioner呢就是它的质地已经类似于发膜了 真的是很滋养的一个conditioner 所以呢这个我是一定会回购的 以前呢在斯富兰它是有一个套装的 是3号4号5号 3号呢是类似于保养头皮的 在你洗头发之前用的 但是呢现在好像这个套装就没有了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另外的套装 它的这个套装呢是发油为主的一个套装 是一个discovery kit 就是把他们家所有什么456 3456789全部都放在这个套装里面 价格呢是47加币 47加币的话基本上它的那个油是41加币 就是你再多花了6块钱 又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尝试一下 对如果你想要买发油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套装 那就不给大家推荐多了 其实这个洗发的产品呢 我今年想回购的呢 还就只是这一个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Wii什么detox shampoo啊 Secure shampoo啊 Thin hair shampoo啊 也有很多的选择 也是非常好的产品 包括Obey啊 在斯富兰上面也是可以比较好的价格买到的 总的来说 我觉得斯富兰的美发的产品呢 我用到现在踩雷的不多 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保养品 保养品呢 其实嗯 就是一个补货吧 如果你有缺的话呢 你就可以补一下 如果你没有缺的话呢 你也不一定要在斯富兰买 但今年呢 我有一个用的非常上头的 就是这个Dr. Dennis Gross 它是这个是VC 这个是A唇 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套装 然后加上加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有名的AHA和BHA的一个酸的棉片 我这个呢 很亮 如果你正好是需要什么VC 比较适合油皮用的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呢 你就用它的Dewy Skin Cream 就是紫色的那个盒 那个呢 是给干皮用的 用在脸上的肤感哦 真的很舒服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东西 其实推荐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的多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理性购物 那如果说你还想要再看一些别的斯富兰芝的推荐的东西呢 我会把我之前做的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查看 那最后呢 就祝大家购物愉快 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